台中一名28岁女子找到新工作 第一次出任务竟然就被抢 这名女子向警方报案说 她是上网找到工作的 要接受指示跟一名富人 取走要投资的80万元现金 没有想到钱才刚拿到手 就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另外两个陌生男子当街抢走 女子对于大笔现金的来源 交代不清 让袁景一听就怀疑 她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碰上黑吃黑 目前已经掌握特定人车 将全力侦办 大白天两名男子在巷子狂奔 后面的人还背着个背包 那里面可是装着现金80万元 那没有警察过去 然后这边有一个拿盾牌走 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 29号中午太平区发生街头抢案 被害人是一名28岁的许姓女子 她向警方表示 自己上网找了一份帮忙收钱的工作 首次出任务 要和投资客收80万元现金 没想到钱收到了 等待只是要把钱拿去哪 就被两名男子光天化日 当街刑场 两名男子埋伏在超商旁 仿佛早就知道 被害人在这里收钱 但被害人对警方询问 怎么会带这么大笔现金 却无法清楚交代 远警联系投资客 才确认这是投资诈骗 许姓女子金爵 自己侮辱歧途 当了车手 因案件又涉及投资诈骗 本分局持续厘清案情 目前已锁定特定对象 积极查其中 警方原本办了这场案 结果禁止诈骗 衍生了案外案 疑似诈骗集团黑吃黑 目前已锁定特定车牌 将全力追弃 记得从网络三提出报道